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杰鱼医生 今天我们来聊一款健康的食物 什么呢,蘑菇 蘑菇一直是以营养丰富,美味而著称 因为它富含有蛋白质,膳食纤维,脂溶性维生素等等 而蘑菇的生活性物质也被证明 它能用于抗炎,增加抗氧化酶的活性 促进神经的一个发生 那么蘑菇的好处非常多 那么有没有证据来支持呢 我们来看看,2024年1月25日 英国雷丁大学研究端队 他们在Nutrations发表了研究 经常使用蘑菇会减缓认知衰老 每天使用12克以上与多个认知领域 它较高得分组相关 换成简单一句话就是 经常吃蘑菇的话会延缓或者预防老年痴呆的发生 在这项研究中 研究人员分析了一项 多对列前瞻性研究欧洲癌症 诺福克前瞻性调查中 8623名参与者 并评估了一系列的认知表现 分析了蘑菇摄入量与认知能力 它们的相关联 研究发现 蘑菇摄入量与一系列认知表现成正相关 每周超过一份 换算成就是每天12克 与更好的情景记忆 前瞻性记忆 阅读能力 执行功能和处理速度有关 调整了水果和蔬菜摄入量 最后发现蘑菇摄入仍然与更好的认知表现相关 就是常吃蘑菇有利于我们的大脑健康 那么机制呢 可能是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抗炎和抗氧化的一个物质 对认知健康非常有利 此外呢 无独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团队 他们在Advances in Nutrition发表了一项研究 较高的蘑菇摄入量与较低的总体患癌风险下降 是有关联的 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相比 蘑菇摄入量较高的人 总体患癌风险会降低34% 乳腺癌的发生风险会降低35% 既然能抗肿瘤 那么计量分析发现 与不吃蘑菇的人相比 每天摄入18克蘑菇 与总体患癌风险下降45%相关 最后蘑菇真是一个好的食物 既能预防老年痴呆 也能降低肿瘤的发病风险 一定要多吃 但是薛医生最后还是要说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神奇的食物是万能的 蘑菇有它丰富的医疗价值或者健康价值所在 但是最健康的饮食永远不要忘记 均衡的饮食多药化的饮食才是最健康的饮食 崔成说过了 没有任何一种食物可以让您永保年轻不得疾病 而只有最健康的饮食均衡的多药化才是永远是我们健康的根本保证 这个具体可以参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 每天要吃12种食物 每周要保证25种食物 只有均衡的足量的蔬果蔬菜水果坚果 当然也包括蘑菇菌类 这些食物均衡的摄入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饮食健康的话题 好 也欢迎大家关注确实工化健康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